人生是一场不易的修行 生活会给你各种劫难 面对逆境 最好的态度就是自度 有时劫难不是来打败你的 而是为了成就更好的你 曾国藩认为 人的一生会经历六种劫难 分别是穷苦 失败 生死 执念 贪欲 病恶 人生这六劫 若能熬过便是福 一 穷苦之劫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 人生莫具少年贫 他前半生十分贫穷 由于出身贫寒 连进京会考 都是家人东拼西凑的钱 有一次考完返乡途中 看到一本自己梦寐以求的二十三时 因为银两不够 不得已用自己回家的盘缠买下 结果回家途中饿了几天几夜 差点晕厥在路上 尽管后来他当上了官 因为自己没有钱 也不敢参加官员的宴请之事 由此 曾国藩自己发告示 表示自己乡内无银 俸禄有限 樊经官应酬之事 盖不参加 长此以往 大家都看不惯他 后来还遭到御史参奏 被隔去了官职 也没了俸禄 自此 他的朋友 同事 都躲他远远的 曾国藩备受打击 他开始不断反省自己 激励自己不断进去 贫穷时 他依旧不卑不亢 始终坚持自我 不断进去 正是这种不畏贫穷的精神 让他下半生逐渐富裕起来 贫穷其实并不可怕 这是大多数人必经的磨难 可怕的有一颗贫穷的心 不敢证实自己的处境 不愿意承认自己穷 其实只要勇敢面对 积极进去 贫穷的日子总会过去 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 二 失败之节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失败才是人生常态 曾国藩半生 可谓是尝尽了失败的苦头 他十四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 结果没想到 第七次才考中秀才 随后考进士 也是万分艰难 考了四次才得以成功 后来在京城做官 很多人都嘲笑他太笨了 不与他往来 后来没想到他的笨 让他走得慢的同时 也走得更稳 最后跑赢了所有人 成为了晚清的第一名臣 人生在世 遭遇挫折并不可怕 有的人面对失败 消极对待 一蹶不振 最后 魂恶一生 也有的人面对失败 仍然积极生活 面对生活的锤炼 迎难而上 越挫越勇 最后成就了自己 正如王阳明所说 人须在世上磨练 熬得住 方程大气 人生之路 风雨无数 只有熬过苦寒 才能看见雨后彩虹 窥见人生 更美的风景 三 生死之劫 人生无常 事事难料 人的一生 难免遇到灾难与死亡 曾国藩 就曾经历了三次生死存亡 第一次是进港一战 当时湘军还未形成一支完善的队伍 但形势所逼只能冒险迎战 结果中了埋伏 损失惨重 逼得曾国藩一跃跳进湘江 好在被身边士兵救起 后又在未修正好的状态下 进行了虎口一战 湘军受到重创 溃不成兵 曾国藩本人也险些战死沙场 还有一次是奇门之劫 曾国藩心惊胆战 提前写下遗嘱 准备拼死一战 结果有惊无险 躲过一劫 命运多舛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就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生死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过好每一天的日子 四执念之劫 做人要放低姿态 懂得分寸 放下执念 才能从容地过一生 生活中大多的烦恼 都来自于看不开 想不透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 也跟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执念太深 他情商极低 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直接批评 与同僚互掐 被人批评不会做人 他行为莽撞 平一枪热血向咸丰皇帝进言 结果被罢免兵权一整年 他看不惯弟弟们不上进 写信让他们好好学习 结果被嫌弃 后来 他经过反省 突然想通 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愉快 不是上司的不理解 同事的嫉妒 兄弟的不上进 而是过于苛求别人 追求完美 确实凡事看看 专注自己 不过分苛求完美 才是真的成数 当你苛责他人 追求实权实美时 最终你会疲惫不堪 你的人生之路会越走越窄 身边的人也会逐渐远离你 世间之事 本就不是完美的 只有明白这个道理 放下执念 才能享受到当下的幸福 五 贪欲之劫 曾国藩年轻时 喜好年轻漂亮的女子 还经常出入戏园九四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这样不对 要忙事业 不能沉迷美色 于是逼自己借色 还在日记痛骂自己好色 他主动让自己忙碌起来 忙到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 以达到借色的目的 古语云 诸苦所因 贪欲为本 贪欲之心每个人都有 但能够及时察觉 并积极改进的人很少 有时一面贪心 伴随的是无尽的苦难 唯有回头是岸 在欲望面前保持清醒 才能走得更远 曾国藩一生清贫 在官场上不贪念钱财 作为乡军最高统帅 带兵十二年 有绝对的财政权 但他在金钱面前克制住了 只拿一少部分 够用就行 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不贪的人往往能走得更远 爬得更高 清心寡欲 才不会被这浮华的世界所绑架 六病恶之节 疾病对人的一生来说 有利也有弊 有时疾病是上天的恩赐 因为人在健康时 总有各种不满 各种不珍惜 而一旦生病 陷入痛苦与不变中 便会反省 懂得健康是多么重要 对健康心生敬畏 有时疾病又很无情 让你陷入困难的境地 甚至夺走人的性命 面对疾病 唯有用乐观积极的心态 才能击退他 不让其影响我们的生活 曾国藩一生体弱多病 三十岁旧而明 三十五岁又得了皮肤病 三十六岁视力下降 虚待老花镜 六十七岁一只眼睛失明 还伴随常年失眠 尽管这样 疾病也从未影响他的工作与生活 还因此特别注重养生 还常告诫后代 要保持好的情绪 多运动 这样才能拥有好的身体 只有健康才能让你走得更远 有句老话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确实 人生在世 健康第一 没有健康做支撑 其他所有的皆为灵 对生命保持敬畏之心 不去放纵 善待自己 少生气 多运动是最好的养生 作家李小益在先谋生 在谋爱中写道 我们摔了很多次胶 发现膝盖变硬了 流了很多声泪 于是眼睛变亮了 伤了很多次心 然后心胸变大了 磨难是我们成长的加速器 每度一次劫难 就是一次重生 人生在世 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穷苦 失败 生死 执念 贪欲 病恶这六劫 若能度过便是福 愿我们都能看淡得失 从容应对 成为更好的自己